作词曲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大德 尊敬的各位法师 尊敬的各位同修 大家下午好 听说大家愿意听我讲课 所以我就准备了厚厚一大本 来之前呢 好紧张好紧张 我跟师父他老人家说 我说师父啊 面对那么多法师 那么多同修 我说什么呀 那不搬门弄斧吗 我说师父我就不说了吧 师父说得说呀 得说呀 这师父让说不说 这不听话 所以还得听话 就得来说 香港有同修 我估计可能是咱们 澳洲敬宗学会 过去的同修 他跟我说 他说刘老师 你不用紧张 你在澳洲敬宗学会 有好多好多粉丝 他这么一说呀 我这心就平静了 那有这么多反思 他而且那个小朋友告诉我 他说你说什么都好 说什么大家都愿意听 所以这样呢 现在我就稍微放松一点 刚才大家看吧 我又出洋相了 不知道冲哪面了 这个程序呀 昨天法师已经教我一遍了 今天上午还问我 刘老师你记住没有 我说差不多记住了 结果上台呢 又弄错了 我昨天就弄个笑话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前面的法师可能看到了 我这两天吧 我总是跟在胡老师的身后 我说你在前面走 我后面跟着 我心里踏实 你往哪走 我就往哪走 昨天胡老师不讲课吗 我不还是跟他身后吗 差点没跟他上台 我俩进了以后 进到那个大门的时候 可能是哪位菩萨慈悲 提醒我 往左转 所以胡老师是往右转 上台 我往左转 不往那边走吗 那我的位置 我就去找我的位置 没找着 我走到那个头呢 我就记着 我那个有帘的 但是就没想 我是哪排的带帘的座 到第一排 我就去找我的座位去了 一看 这牌是怎么都变的呢 可能有同修和法师 大概看见我是找座 你说刘老师 你得坐在那边的 我看有几位法师都笑了 就这样的笑话 我是层出不穷 真是这样的 所以说 你们要是听我讲课呀 一般来说 不带困的 今天如果要是困没关系 因为中午咱们刚吃完饭 刚才我说 大家没吃饱 一边听 那边吃着都可以 咱们是政策宽松 我记得上次在新加坡 给我安排的是 晚七点到九点 是最后一节课 大家从早晨八点多钟开始 做了一天很疲劳了 我就跟大家说 我说今天没关系 咱们政策宽松 饭困了可以睡觉 我说你今天睡觉 保证做好梦 梦着谁呢 梦着阿弥陀佛 我说你睡着了做梦 有的人爱打呼噜吗 我说这也没关系 你还可以打呼噜 那打呼噜都是唱的阿弥陀佛 所以就这样嘛 咱们政策宽松 你们也轻松了 我也轻松了 我这个人吧 就是不是那么太严肃的 你看我平时好像挺严肃 实际我不是那么严肃的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温和的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 上一次啊 是去年的七月份吧 我到广州去 去大佛寺 去见见那个法师 然后就被那些念佛的同学们发现了 说跟那个法师说啊 说我们看见好像那个刘局是来了 能不能让他和我们见见面 这法师就答应了 法师一答应 把我的一顿饭免了 中午那顿饭我就没吃上 因为我们赶飞机 这时候啊 就是当时定红法师还没有出家 我们都叫他博士 我们一起去的 博士就跟我说 说刘老师 今天你应该穿海青 搭衣 我说我不会啊 一个老婆子说 刘老师我帮你搭 那就搭吧 我说没带衣服啊 博士说 刘老师您穿我这一套 我说那好 毕竟博士他一个男同志 他高啊 我穿上他那衣服可想而知什么样 我呢是受菩萨界以后的第一次搭衣 是那老菩萨帮我搭上的 因为那个博士那个衣服啊 我穿在身上 它不是长吗 又长又肥 我就得滴了这 不滴了这 他脚底下就踩 我就滴了这底下 一滴了下面的时候 这搭衣掉下去了 我就赶快再来抓这个搭衣 一抓大衣 底下那个掉去了 所以那天那一个半小时啊 可把我忙碌坏了 忙得我一头是汗 上台之前呢 博士知道我 不上 一般不上道场 我不懂道场的规矩 博士就教了我几招 刘老师你从哪门上 从哪门下 还有几句什么话 告诉我了 别的话我忘了 我就记住三个字 不为理 这我就上去了 上去以后吧 我上台上队了 我知道从这边上来 上来我就开始讲吧 讲完了以后 我下错了 我又圆道回去了 回去了下 你下错了就下错了呗 我还报告 我说各位同学 对不起我下错了 从下一边 我又从这边下来 我又从这边下去了 那不是这测评改吗 所以 那我下去以后吧 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 我说博士还告诉我三个字 不为理我还没说呢 我就问他 在座着那么多同学 我说各位同学 我还有啥字没说呢 不为理啥时候说呀 哎呀给大家笑的 真是前仰后合 后来我自己也找到台阶 我说那次这次没说 没说吧 免得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我当时心里想 我下去我得问问 什么时候说 昨天的法师教我 今天这成语的时候吧 说两个不为理 上来的时候 我怎么记错了呢 就好像说大家 说法师如何如何 我得冲佛 我不能冲大家 所以刚才又告诉我 还得冲大家 我又补一个 那不是我对大家不尊重 方向弄错了 所以那个 我说不为理 因为兄前没有麦克 你们没听见 这回我没忘 那仨子我说了 一会下台的时候呢 还得说一遍 这个我记住 所以这个程序呀 就弄得我直发晕 因为我确实是 很少到道场去 我也不太出门 我就属于在家猫着那活的 什么都不知道 就社会上这些事儿啊 在我这都像一张白纸 大脑空白 除了念阿弥陀佛 别的我不太会 就是头脑特别简单 能简单到什么程度 经常把裤子穿 前面穿后面去 后来说前面来 前两天呢 在香港 我和刁局师 我俩住一个屋 早上啊 我就要想出去绕佛 我就把裤子穿上了 一个念头 今天的裤子短 第二个念头没有 穿上这裤子 我就下楼了 结果到楼下呢 楼下那门锁着 我就没开开 没出去 我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我一看刁局师 满屋找裤子的 完了 刁局师就说 大姐呀 你说把我裤子穿上 我说没有 穿我自己的 他说你裤子 不搁这儿放着你吗 我裤子在椅子上放着你 我把他裤子穿上了 因为他个儿比我矮 那他的裤子 我穿上自然就小啊 所以我第一感觉 就是今天裤子短 就没想每天 我那裤子长 是为什么 我俩的裤子非常好区别 他那裤子没带白杠杆 我这裤子是运动装 带白杠杆 就这么点我都能穿错 更可笑的 有一次我在家 一个小夫妇把他儿子裤子给我了 说刘姨啊 这个裤子我儿子穿小了 给你吧 他说我这呢 谁给我救的 我都怀了这 我行 刘着吧 我就穿上了 穿上吧 就觉得他怎么不舒服呢 没找着原因 等刁局师害谁 他们去了 我就说了 我说刁 你看我今天怎么穿 小刁还说 哎呀 大姐又换新裤子了 我说是 别人给的 我说怎么穿着 他不舒服呢 小刁一看就笑了 说傻大姐呀 你怎么把后面穿前面去了 因为男孩子裤子 他那有一排扣啊 所以我穿着后面 我一坐着 他不就咯里忘了 所以我要不举具体实力吧 你们都想象不到 这老的海太能天真到什么程度 我在二宾住了五十多年了 现在我出门 经常找不到家 我坐车 我能把他坐到了 本来我要回家往东坐车 哎 我能坐往西去的车 等人家一停车 说到站了 我说这不是我家 这啥地方呢 我来司机说你上哪 我一说 他说你坐到了 你再坐本车 再回去吧 我们那个坐一坐车啊 是一块钱 那司机一看老太太 挺诚实的 说老太太不用再付款了 你就坐回去 我说那不行 坐来是一块钱 回去还得交一块钱 他说你太遵守机率了 我这个机率得遵守 就这些热闹事啊 在我这真是层住不穷 你看昨天出了个笑话 差点没跟胡老师上台 今天自己上台了 又把方向弄错了 你们看我回头瞅你们 我都笑了吗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现在你们跟 刚才有几个同学说 好像是越南同学吧 说刘老师 这次我们见到你本人 觉得你比以前更年轻了 我说念阿弥陀佛呀 一念阿弥陀佛就年轻啊 真是这样的 我自己都感觉到 我越来越年轻 精神头越来越足 心态越来越好 每天都快快乐乐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 学佛好啊 念佛好啊 真是一件好事 就是当你弃入境界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念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 因为你没有弃入那个境界呀 可能你还感觉不到 这个呢 咱们就算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咱们今天也政策宽松 如果要是困了 可以睡觉 大大方方的 如果你不大大方方睡吧 你还想老师在台上 能看见我 没关系 我看见你 我也给你助威 好好睡 因为什么 我今天可能得讲 三个半小时吧 你要是睡两小时 你还听一个半小时呢 也有收获呀 另外你那个假我 这个肉身的我 他睡着了 那个真我他在听 一点不当容事 所以你该怎么睡怎么睡 我不会想 你看我在台上讲 你在台下睡不礼貌 我没有那种想法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那下面呢 咱们就得讲正题 我不太习惯用稿 但是这次出来呢 是我第一次来咱们澳洲竞工协会 你要是啥也不拿 我觉得好像不重视 就包括我穿这个衣服 我给你们讲讲啊 今天我穿这个衣服 为什么要穿这个 我在香港讲几堂课吧 你们要注意 好像是换了几次衣服 为什么呢 我穿这个衣服 有同学说 这个衣服不好 好 第二天我又换一个 第二天我又换 又有其他同学说 这个也不行 所以那天 那几天 我是颠来早去的 颠到这衣服 后来我想着怎么办 你天天琢磨这衣服 费劲 我就穿着这衣服 我就问师傅 我说师傅 你说我上去讲课 我穿这个衣服好不好 老人家说好好 好好好 六个好好 我定期玩有了 所以我就穿这个衣服 因为师傅说好好了 这来到这儿呢 说因为是十年庆 是不是得新鲜一点 你们看我里边穿个格格的红的吗 这个就代表我来祝贺来了 表示喜庆 我平时很少穿这个鲜艳的衣服 所以这次呢 露个领 也是我的一份心意 就是这样 前两天呢 有同学给我买了一件新衣服 希望我今天讲课 穿这个新衣服 为什么没穿呢 因为几个同学意见不一致 有的时候穿这个 有的时候穿那个 那我就想呢 你们要一见一致 说让我穿哪个 我就穿哪个 横顺终生嘛 是不是 但是一见不一致 怎么办呢 我们叼集是来了点小智慧 给我做两个纸团一套 告诉我 大姐你抓揪 你抓哪个 你就穿哪个 哎 我说那行 那我就抓你这个揪 我一抓 就抓着这个 这一套呢 就是下面是运动裤 下面是运动鞋 我要抓那件衣服呢 那个叫唐装 他们说你这个唐装 配着个运动裤啊 配着运动鞋 它不配套 我说在我这 它配套 我这叫多元文化 怎么穿都好 是不是 你看上面是唐装 下面是运动的 我这叫多元文化 我这也在飙发 大家一听也没话可说了 但是最后抓的是抓这个了 那好 那我就穿这个吧 所以今天我就穿这个上台 这个衣服啊 真是颠颠了好几天了 简直成了难题了 实际穿哪个衣服不行 试衣服就行呗 你们不是看我这衣服 是听我说啥 对不对 我这个今天讲这个题目啊 大题叫 学释迦佛 走释迦路 我上次去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 还有印尼 我讲课的题 我就自己定了 我没跟师父说 我不知道应该跟师父说 心里没这个念 后来胡老师和博士 他们讲课的时候说 说都经过师父允许了 师父给他们定的 我一听我傻了 我怎么没问师父 我这题行不行啊 但是我就要上去讲了 现在来不及了 我先下回答问吧 所以这回呢 我就记着 我说师父啊 我今天就 过几天我讲这个题好不好 师父说 好好好 就讲这个吧 就是这样 所以我这个题就这么定了 今天看时间 我能讲到哪 就算到哪 因为我平时 没有稿 甚至连提纲都没有 今天以示重视 所以我就拿了一大本 不但有稿 还有提纲都有了 在这个第一个题里呢 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学佛路 就是我学佛是怎么过来的 我先给大家说一说 我请佛的因缘 1991年那年呢 我是46岁 那个时候 我在省政府工作 在46岁以前呢 我没有接触过佛教 什么佛经佛法 那更一无所知 1991年夏天 大约是七月中旬 我来了一个好朋友 我俩就在我们家聊天 就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前面没有铺垫 后面也没有什么 就中间我就加了一句 我说听着 你陪我请佛去呗 因为前面没有铺垫 说的是家常科 那怎么突然就冒出 这么一句呢 我那好朋友就说 苏云娜 你怎么想的 怎么要请佛呢 哎呀 我说我刚才是这么说的吗 他说是啊 你说让我跟你去请佛呀 哎呀 我说那今天就请去吧 就这么痛快 他说今天下雨 下周去吧 我说不行 就今天去 我上哪请啊 他说上极乐寺 我说极乐寺啥地方 他说极乐寺就是 有师父 有佛 有菩萨 就那么个地方 我说你知道吗 他说我知道 我说那你带我去吧 就那天我俩就去了 去了我记得那寺院里啊 它是一个大木头架子 一排一排的 各种各样的佛 菩萨 我一个我也不认识 我那好朋友就说 所以你看 哪尊佛仇你笑 他就和你有缘 你就请他 我还没能仇呢 我就指说就这个 就这个 人家工作人员就给我拿去了 搁在柜台上了 当时的感觉就是心里特别欢喜 高兴 我看看我自己都想笑 然后我就问我那个好朋友 我说他谁呀 就这个佛已经给我拿到柜台上了 我不认识 我问他是谁呀 我那好朋友告诉我 说他是观音菩萨 啊 我说观音菩萨 听说过 没见过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呀 他说你要真心请啊 我上库里给你出一尊新的 这个是样品 已经有灰了 我说不用 就这个就可以 不用换 所以就那天 我就把观音菩萨请回去了 请回去以后自己都莫名其妙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回去以后 那供在哪儿啊 我家没有那个地方啊 我就给他供在我那书柜的最上边了 这一夜呀 好像都没怎么睡好觉 就心里没在这儿的 老店你想去看去 第二天我上班了 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宣传去了 因为我们委啊 人多 属于省政府的一个大委 二十四个厨师 我恨不能一天呢 我把二十四厨师我都跑到了 到各处去告 我告诉你们 我请观音菩萨了 有时间你们都到我家里去看 我就到处宣传 我请观音菩萨了 后来这个事呢 就让我的主管主任听着了 因为我宣传那面太广了 那主任能听不着吗 主任就找我了 说宣传呢 你干什么呢 你这两天宣传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你是干啥的 哎呀 我说主任呢 我请观音菩萨了可好呢 我还请你上我家去看看你 我给我们主任都宣传了 我们主任说 保点密 别那么公开 你这个工作不允许 因为你看我一在政府 二我又是搞正宫的 是不允许这个 在我的心目当中 人像当中 好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 他就好 我跟我们主任说 我说这么好的事 为什么我知道了 不让别人知道呢 我还能全为二百多人全知道 所以我开始请观音菩萨 就是这么个姻缘 当时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我一想可能就那个时候 我学佛的姻缘就成熟了 要不我怎么突然去请观音菩萨呢 事先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 这方面的话题呀 我的那个请佛姻缘呢 就是就是这样 可能有人听了说挺奇怪的 也没人告诉你 你那个条件又不允许 你怎么就请了呢 就是这么请的 下面再说说我三规的姻缘 就三规一的姻缘 我请了以后吧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就想要有人给我指点指点嘛 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东跑西滇了 人家说哪个来了个师父 我也我什么宗的我都不懂啊 说是师父我就去拜去 就向人家请教去 心可诚的 反正那几年这个是内烧不好 人家说请教师父得送红包 那我没有大红包也弄个小红包 送吧 就那些年我基本就是跑这个事了 没跑明白 后来我就跟我一个同事 一个老大姐说 我说这观音菩萨请完了 下一步应该干啥呀 我到现在还没弄清楚呢 他说孙女别着急 等一等 你要有缘呢 就有人给你指点了 我说谁指点呢 他说快了 就这么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没听懂 过了几天吧 这个老大姐就跟我说 她说孙女呢 来个师父 你去见见吧 我想我都见了那么多师父了 也没弄明白呢 那这个师父是哪一位呢 他说是五大连池的觉悟法师 然后就给我约了个时间 约了个地点 让我去见师父 那我就去见师父吧 我想我见师父 我不知道我说啥 那就看师父问我什么吧 师父问我啥 我回答啥呗 我就这么想的 我就去了 去了见到师父以后吧 我和师父就面对面坐着 我没话说呀 我不知道说啥 师父也不说话 就是面对面坐着 瞅着我 当时我都不太好意思 我说师父 你咋不问我点啥呢 你说就这么干坐着 完了这个大约坐了 半个多小时吧 师父就说 所以呢 走上你家去看看 我想上我家看看 我也不知道以前师父 是不是这样啊 那师父说上我家就上我家吧 所以我就把师父 就请到我家去了 因为我家这个所谓的佛堂 就是你们看我的光碟 可能看就那么简单 就是原来的一个书架 叫我改装成佛堂的 我说师父你看看 我也不知道别人家佛堂什么样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师父就说好好 好好 你家是佛化家庭 这词我都不懂啊 啥叫佛化家庭 那师父说我就听着呗 完了大一会儿师父 两个屋都转完了 师父说 归一吧 我第一次听着这词 我心里想啥叫归一 不懂啊 我说师父咋归法啊 师父说点上香 你们几个跪着 当时就是我 我老伴 我儿子 还有我儿子的女朋友 没结婚的 就我们四个在家吗 说你们四个点上香以后 你们四个跪着 我说啥 你们跟着说啥 这就是归一 那师父刚刚这么的就这么的 完了我们点上香 我们四就跪着 那个归一词啊 我从来我也没听说过呀 师父是一句一句的念 他念一句 我们得跟一句 但是我不知道那词是啥呀 我不是跟着师父念下来的 我是哼哼出来的 因为我不知道词 师父念一句 我就嗯嗯嗯嗯 就这样的就整个这三归一 我就是这么哼哼下来的 完了以后 我说师父 这就叫归一了 三归是啥 我一直没弄明白 后来隔了一段时间 师父给我拿了归一证 我一条条看着 才初步有个认像 什么叫三归一 我弄明白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看了老法师的那个三归传授 看了那一专光碟 我才知道什么叫三归一 在那之前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以为归一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僧 就这个师父 我就归一他了 我真是那么想的 所以后来听了老法师的那个三归传授 我才知道错了 不是归一哪个人 是归一佛法僧 这个我才把他改正过来 我请佛是那么个姻缘 我归一是这么一个姻缘 所以他们都说 说我佛缘好 就我第一个这个 接引我归一的觉悟师父 他是修净土的 我这个师父告诉我 读大乘佛法 念阿弥陀佛 这是我第一个师父告诉我的 这就是我三归的因缘 下面我想说说 我学佛这二十年呢 我从九一年 如果说我请观音菩萨 就算我开始学佛了 到现在整整是二十年 我这二十年是怎么学过来的 实际这么说都不准确 应该说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把这二十年呢 分作两段 前十年后十年 前十年呢 我用几句话给他这么概括的 一句话是东跑西颠 因为我不知道路啊 我就得东跑西颠去学去问 第二句话呢 广学多文 第三句话就是收效甚微 东跑西颠 广学多文 收效甚微 这就是我对我前十年学佛的概括总结 一个东跑西颠 我刚才说了 你都不知道我跑到什么程度 人有人说 哪个在家居士 可有本事了 可有道行了 你得去拜师父 那我都去拜 无论是出家的 在家的 只要说有本事 我都去拜 都去学 但是最后我自己总结 好像始终是没学明白 究竟这学佛是怎么个事 没有弄清楚 那没弄清楚 我自己就想了个招 学佛经吧 所以我就开始读佛经 我那个时候读的佛经 还真不少 我告诉你们 我都读什么了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吧 好像这佛经 我还真是刀地挺准 都是大成经吧 我第一个读的是 观世音菩萨 菩萨 和门品 我第一个读的是这个 读完了这个 我接着读的是 法华经 那应该是 一部大经了 第三个读的是 金刚经 接着我读的 地藏经 佛说阿弥陀经 心经 华言经 楞言经 六祖谭经 那个咒呢 我就读的大悲咒 读大悲咒是什么因缘呢 就是我有病以后啊 外貌特别让人恐怖 所以我不能见人 我也不能下楼 也不能出门 我就猫在家里 我那个老大姐呀 就给我送了一个大悲咒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 我记得是一张纸 那个字是树行的 都是繁底字 她说苏云娜 你就读这个吧 我说这个是干什么的 她说这个叫大悲咒 我说大悲咒是干什么的 她说你就别问了 问我也说不清楚 你也听不明白 你就当消磨时间吧 我说每天读多少遍 她说每天读108遍 我听话也不告诉我 读108遍吗 我当时 我这个老大姐给我的时候 她说你读读看 我就从头至尾 我就把它读下来了 她非常惊讶 她说苏云以前你读过吗 我说没有 这不你今天第一次给我吗 她说那你怎么会读呢 我说这不中国字吗 我原来是教语文的老师 我说教语文的老师 还不认中我字吗 她说一般的刚拿起来 她是读不下来的 我说我读的对不对 她说你读的挺好 几天以后 我就完全背下来了 我就不用拿着这张纸 去读去了 我就背了 手拿着108颗那个念珠 背一遍 拨一个 背一遍拨一个 这一圈拨完了 108点 基本上需要两个半小时左右 就这个我大约是读了半年的时间吧 那个时候 我读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 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但是就是这个病啊 它就一天天见好 在这儿我再给大家说说 我这个病 大家都很关心 你们现在看见的我 还可以 基本上不吓人 你要是12年前看见我 那你会吓跑很远 太吓人了 12年前 我得的是红斑狼疮 系统性红斑狼疮病 这种病呢 不但精神上备受折磨 就肉体上的那折磨 也让人很难以忍受 我的表现呢 就是那个红斑呢 基本上脸上是不满的 没有这个好肉瓶 几乎没有 而且都是立体的 红线线的 头发没有几根 全都是那厚厚的大嘎巴 因为长那个斑呢 它定了以后 都就变成嘎巴 身上也有 我到夏天的时候 我就穿我老伴那跨栏鞋 穿他那大肥短裤 因为穿我的衣服不行 他一磨他疼 那时候特别吓人 我就得了这病以后 我一年多我没去看病 你们想我该多么能挺 我是2000年的2月25号住院的 我24号还正常上班呢 一天没休息过 就我已经那模样了 我从我家到省政府 大约有十几分钟的路 我后来我都走不到 我只好走到一半 我半道我还有一个办公室 我先上这个办公室 半天办公 然后中午吃完饭 我再到省政府那个办公室办公 就是十多分钟的路 我都走不到了 当时这个手啊 像现在这样这正常 那时候的手是这样行的 像鸡爪似的 身不直握不上 整个这个骨节啊 都要挨上了 那个膝盖肿的 就像那个发面大馒头 蹲不下起不来 特别痛苦 所以我住院的时候 第一次面对医生 医生说 你已经是晚期了 你怎么现在才来治 你真是不怕死 他说我不怕死 我说我那么多工作呢 脱不开身呢 他说你脱不开 你是要命还是要工作 问得我无话可答 他说当时就跟我按下 马上住院 住院以后 医生就跟我就说 说老太太 你这个病 是这几个患者当中 就跟我一样病的 当时四个 我年龄最大 那个医生说 你的病是最重的 你现在已经随时面临死亡 就已经宣判我死刑了 我当时一想 不就是个死吗 在那之前 我看那本书 我把死看明白了 那个活我没看明白 我把死看明白了 就是那个西藏生死书啊 就厚厚那本嘛 我99年得病吧 我98年看的这本书 你说是不是佛菩萨安排的 他给我吃定心丸呢 我看嘛 因为那是什么 任波切写的 他那个语言和咱们语言 不完全一样 我没怎么太看懂 生没看明白 把死看明白了 所以99年我就得这个病了 就是要死的病 所以我就不恐惧了 不就死就是像书人说的那样吗 它很美妙嘛 那还有什么恐怖感呢 所以我就没有恐怖了 然后医生就给我治吧 我那个时候体重大约是100斤嘛 我一向是比较瘦的 你们看我现在也比较苗条 我现在已经胖了 我现在是110斤体重 当时呢 我很瘦 那时候是98斤到100斤左右体重 我住院了半个月 我胖了 给我高兴得不得了 哎呀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胖过 我上医院住了半个月 你把我住胖了 太好了 我不知道是吃激素吃的 那个激素啊 吃了半个月以后 那就开始发胖了 非正常的胖 我不懂 我以为正常的胖 觉得是一件好事 我还跟人家大夫说 哎呦我说你真有本事 半个月就把我养胖了 人家医生瞅着我心想 这老太太啥不懂 但是人家不跟我说 结果后来这胖的不得了了 我57天长了50斤体重 57天长了50斤体重 你们说什么概念 我整个人都横了 那个肉都是硬的 我晚上睡觉翻身 我翻不过去 我得起来坐起来 掉个脸我再躺下 就这么翻身 那个脸那么大 胳膊那肉我自己捏都捏不动 就这样的 为什么57天我就出院了呢 治不了 人家医生说 你不能打针 不能吃药 我说 这一个路啊 全都是阿弥陀佛给我安排的 有的人说 你就信佛心到那种程度 就那么重的病 你不去住院 我说不是我不住院呢 是我不能打针 不能吃药啊 打针吃药就过敏 给大夫下去说 老太太什么药都不能给你用 你要是这样住院呢 你就是搁这养着 我说那我别搁你这养着了 还影响你这床位 我回家养着去吧 他那有一本书啊 专门讲这红斑狼床 我就跟那护士长去接 护士长说不可以 他说这主任看见要批评的 他说这本书你要看 没病得下出病了 有病得得吓死 这护士长跟我说的 我说没关系 我看这个书就信 当小说看 我说你借给我 我说这样 主任晚上下班 你借给我 今天晚上我一宿不睡觉 明天早晨主任上班钱 我一定还给你 行不行 我研究研究 我说你们都没研究明白 那我来研究吧 因为护士长跟我说 他老太太 这个病啊 现在是怎么得的 没研究出来 那就更没有治疗办法 只能维持 他说谁现在要把这个研究出来 他的病因 谁得诺贝尔奖金 我说那你们都没得着 看来这个诺贝尔奖金 肯定得我得了 你不借我书 我咋研究啊 我说借给我 我来研究 我说将来我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 我把奖金分给你们 这样的护士长就把这本书借给我了 借给我 我确实看了一宿 我真是以看小说的心态看的 没有恐惧感 看完了以后吧 有个什么感觉呢 真像护士长说的 你要看了这本书 你得着这个病 条条是死路 没有一条火路 确实挺吓人 但他就没吓住我 我没害怕 第二天主任上班之前啊 我就把这个书还给护士长了 护士长问我 老太太你看了吗 我说看了 他说你有啥感觉 我说这个感觉 就像我读了一部小说 哎呀 他说老太太 你心态太好了 别人要看这个书 肯定是不是你这个心态 我说那别人 你就别借给他了 你别把人家吓住 你就借给我看就行了 就是这样 我这个病 怎么好的 念阿弥陀佛 念好的 你们想想 刚才我告诉你们了 我不能打针不能吃药 所以不能赖在人医院里啊 那住在医院里不是打针就是吃药吗 只有这个方法吗 你既不能打针又不能吃药 你住在医院里 那不给教授出难题吗 那教授直排大腿 哎呀老太太 你说让我们怎么办呢 你这病我们也弄不明白了 我说你弄不明白 被我自己回家弄去吧 他说你怎么弄呢 我说病我就研究出好办法了 这个时候是半开玩笑 我就这样住了57天院 我就回家了 回家了这不是你医生都说了 随时面临死亡吗 这孩子也不忍心让他妈就等死了 我姑娘就说 妈呀 我带你上北京去看看嘛 我说想你再扭着不去看 也不好 儿女还要见一份孝心呢 我说去吧 上北京中医院去看了一次 上施家庄去看了一次 就是这一顺道 就去了这么两个地方 看完了以后 拿回了两个月的药 第一种药呢 是那面面的 一天吃三小包 这个一个月的药量 这个这一个月的药量呢 是1200块钱 一个月 完了医生说 以后逐月递增 就这 我说展示先拿一个月的 看看效果 这是一个月的面面药 给世家庄拿的药呢 就是那个草药 回家自己熬 你们知道那个 我那个一个月的药多大量吗 就是装大美的那个袋子 四袋子 四袋子草药是我一个月的药量 一天一复一天一复 一天一复 我姑娘我俩一家扛两袋扛回来的 从世家庄坐车回到哈尔滨的 这两个月的药都吃了以后 结果是越吃越重 越吃越重 别了还重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想 所有的药全停掉 所以就那个时候 那就应该是 两千年的六七月份 就把所有的药都停掉了 所以后来给我看病的 教授问我 你那病怎么好的 一开始我不好跟人说 人家搞医的可能不信 后来又见着 我是带另外一个同修去看病 他得的和我一样病 大夫以为我去看病了 因为好几年都没见着我了 所以这个老教授吧 一看见我 那眼神就非常惊讶 就说了一句 说你还 我一看我就把话接着了 活着 肯定老教授那个眼神就告诉我 他非常惊诧 他就想说你还活着 那他不好意思说出来 所以他说你还 我接着说活着 就把这话给他说完整了 老教授就笑了 哎呀 他说我好长时间没看见你呢 我以为你 我就接着了 死了 是不是 好长时间没看着吗 那我以为你死了 那这两个话都完整了 老教授说 我见着这么多患者啊 没有见着像你这么心态好的 他说你怎么这么乐观 我说那有啥不乐观的 这个生啊死不很平常一件事吗 我说那就像换一件衣服 换一个房子似的 越换越好 没啥可怕的 就是这样 我这个病啊 逐渐逐渐就好了 它是不知不觉中的 我那个 我也当时 我读大悲咒的时候 现在回过头来想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那种感觉是怎么回事 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因为长那个东西啊 它就像那个土地 被太阳暴晒裂开了 非常难受 干巴巴的 晚上我半睡不睡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有谁 在给我往脸上抹什么东西 潮呼的 湿润润的 非常舒服 睁黑眼睛一看 谁都没有 就我自己住一个屋 然后我再摸摸我的脸 还是那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当我再闭上眼睛 半睡不睡的时候 又是那种感觉 是不是就是 每天都是这种感觉 最后我脸上的斑 它就掉了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它陆续的 它就没有了 后来这个老教授见着我就说 他说 你那个脸上的斑是怎么掉的 你擦了什么东西 我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擦过 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化妆品从来没用过 我说结婚的时候 我记着买了两瓶洗花膏 我那时候叫洗花膏 没有现在这个化妆品 我说我那两瓶洗花膏 没擦脸上擦脚了 所以我现在67岁 我脸上从来没擦过任何东西 那老教授就说怪了 他说我接触患者这么多 他是专门研究这个病的 60多岁老教授 他说你这个命啊 能维持一段时间都好不错了 怎么脸上这斑还掉的呢 他就自言自语 他说谁让你掉的呢 我说有人让我掉 他说你告诉我谁给你治的 我说告诉你你也不信 他说你说说我信 我说阿弥陀佛 我就告诉人家了 阿弥陀佛让我掉的 那你说我没别的理由啊 我不能编瞎话骗老教授啊 那我就是你阿弥陀佛 那半夜谁给我擦的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现在就好到这种程度 师父讲经的时候不说吗 说脸上现在没有斑痕 这原来那个你们看我 和现在呢 就是两个人 那现在我就恢复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就想这 从99年得病到现在 12个年头了 我的感受就是 越来越健康 精神头越来越足 就现在如果说走路 好像你们一般年轻人 拧不上我 不信咱们可以比一比 我不跟老年人比 我跟年轻人比 我跑我不行 我扶你们 走我估计你们拧不上我 因为我现在绕佛 绕了三年多 每天我是绕三十圈 一个半小时 我绕佛的速度还是快点 就是这个节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两步一句 阿弥陀佛 就这个 所以我现在走路 你们要是注意 看我走道 好像没有体重 轻飘飘的 不像人家老年人走道 那个脚离不开地 啪啪啪 我没有那个 我特别轻 在这里就是差量 因为很多同学都知道 我得过这个病 师父在讲经的时候 也多次提到这个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次 上香港的时候 我面对同学我就说 我说如果 我不直接面对你们 你们可能半信半疑 能这样吗 因为得这个病 他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没有几个能活下来的 这都实实在在这说 因为我的两个学生 就是这个病走的 他们那个时候 就维持了半年 因为当时医生跟我说 你大约还有 如果能挺 你大约还有六个月的时间 那也就是半年呗 但是现在你看 事实证明 十二年已经过了 可惜我没有照片给你们看 如果我有病的时候 那个照片 它有个对比 没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 师父阿弥陀佛 不让看见那个我 让你们看我 这个我 我那时候照没照照片呢 我照了 洗不出来 不是照一次两次 洗不出来 好多次洗不出来 你比如说那时候 我不告诉你们 我一天没休息吗 我一直在上班 你们比如说国家来人 我得陪客人 陪客人逛太阳岛 逛太阳岛呢 就得照相 我说我现在这么漂亮 我就免了吧 我不照 你们照吧 因为客人就说 那你不照 我们照有啥意思啊 你就这么漂亮才照呢 那没办法照吧 凡是我参与照的照片 一个洗不出来 后来有几次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有一天就上北京看病的时候 我姑娘带我去 到那个雍鹤宫 买了一卷交卷 说妈妈我给你照相 我说妈这么漂亮还照吗 我姑娘说漂亮也得照 完了就给我照了一卷交卷 回到一张没洗出来 后来大庆呢 来了一对老夫妻到我家 说刘吉日可不可以跟你照着相 那来到家了要照相 不好意思 那照吧 就给我家里厅里照 屋里照 老两口挺高兴的 照完了回去就没信了 过了大约快一年吧 给我来个电话 说刘吉日实在是对不起 我说怎么了 他说那天哥你家照那照片啊 不知的为什么 他怎么一张也没洗出来 我说那正常 他说不对也不正常啊 我说怎么不正常 他说我那一卷交卷啊 这前半段啊已经照了 咱们照那个是中间那一段 回来以后我把后一段也照了 整个胶卷是满的了 洗的时候呢 前面那洗出来了 后面洗出来的 就跟你家照那些 一张没洗出来 我那正确 所以现在我就拿不出来这个证明 证明我当时那个模样有多么漂亮 漂亮到极处了 你看我那些老同事老同学 他们要看我 我一概谢绝 我说不行 我现在实在是太漂亮 这个漂亮会让你们吓着的 我说等我不漂亮的时候 你们再来看 他们都说 所以那我们就想看看你现在 漂亮这个模样行不行 我说不行保密 所以就这个我外缘基本我就断了 那时那个前十年呢 除了那个 没得病之前 我是东跑西颠 得病以后我基本就是读经 头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这十年过了以后 我自己颠量颠量 总结总结 我就想 说那个读了这么多经 还都是大成经 你读明白没有 我实在在告诉你们 没读明白 我读是读了 没读明白 说你烦恼清了没有 没清 我烦恼没清 所以你智慧 长了没有 你看烦恼没清 它能长智慧吗 所以这三年我都没做到 就是没读明白 烦恼也没清 智慧也没长 我不但读了这些经啊 我还都手抄了 手抄一遍 你想那个楞严经啊 它是一个大块头的经 就这样的经 我都从头至尾抄过 就我刚才读的这些 我读过的这些经 包括这个咒 我全都手抄过 头十年 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我前面总结那三句话 你们给我对的号 是不是能对上 东跑西滇 广学多文 收小神威 这是我的前十年 下面我再给大家说说 我的后十年 后十年 也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 我是这样概括的 是一门精进 常识熏修 受益匪浅 和第一个十年 是一个对比吧 后十年 我应该是这么说 我找着门了 我找着那个正路了 这个路我就走对了 前十年呢 我是没找着门 也没找着路 是瞎碰了 所以那十年真是浪费了 想起来都挺可惜的 那我是怎么找着这个门 找着这个路呢 遇到了无量寿惊 这个就是我找着门的开始 因为在这之前 我不知道还有无量寿惊 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记得是我姐 给我一本 无量寿惊的经本 好像是台湾版本吧 是朔行的字 繁体字 是蓝色的 好像布面的皮 就给了我 这么一本 无量寿惊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 回去一读 心生欢喜 就爱不释手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可能我和无量寿惊 这个渊源呢 就比较深 一读就喜欢了 这是我拿到经本 后来不长时间呢 我又得到了一套光碟 这套光碟呢 是师父他老人家 九四年在台湾讲的 七十片的光碟 我就这七十片光碟 我是反复的看 因为那时候也不能出窝 这也是给我创造了 这么一个好的机缘吧 每天我就是和光碟 和佛经 做伴 天天这么听 再后来呢 我又遇到了 师父讲的那个 细讲无量寿惊 我记得当时是出了 二百六十四碟光碟 我都把它请回来了 我们那边呢 当时的光碟 据说价钱比较高 好像那一片光碟 是两块五毛钱 然后请了二百六十四碟 就是饭是出来的 我都请回来的 那个机是给我 我四十片结缘的光碟 我当时什么叫结缘 我还不懂呢 我不知道结缘是什么 概念 所以人家说 刘老师 那个这个 因为我以前是当过老师嘛 他们都习惯称我老师 说刘老师 这个那个二百六十四碟 是你请的 这四十碟光碟 是给你结缘的 我没听明白 我就把这四十碟 也都按两块五一碟 两块五一碟 如数的给人家付款了 完了后来有句是说 你怎么这么傻 人结缘的是不要钱 我说那我不知道 那该给人钱就给人钱 你就这样 我就得到了这个光碟 得到细掌光碟 我一开始 我是怎么看的呢 从头至尾 一片一片的看 第一碟看完了 看第二碟 就这么看的 等我把所有的这个碟 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以后 我就改成每天看一片光碟 反复地看 最多的时候 每天能看八次到十次 这是最多的时候 最少不低于四次 因为那时候我不出门了 我有时间 所以我就整天地看这个 有时候一天 看进去的时候 好像吃饭呢 睡觉啊 好像都忘了似的 那个可能有的同学说 说那个时候 你已经有病了 你怎么能 还能黑天白天地 看这么多光碟呢 它有个因缘 所以我说逆境 有时候是增上缘 这我都亲身经历了 为什么我能看光碟 看得那么多 就是因为当时 我得病 这是一个因素 已经很让人很痛苦了 但是因为我心大 所以我没感觉到 怎么太痛苦 这可以说也是一个磨难吧 除了这个磨难 就几乎在那同时 那么多磨难 铺天盖地的都来了 我想这个事 真是对我的一次 严峻的考试 当时我不知道那是考试 心里非常痛苦 就想怎么能这样 为什么 所以我在香港讲的时候 我曾经说 我是那时候 我给我自己起了个名 叫十万个 为什么 因为想不通 想不通到什么程度 痛不一生 我那时候 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 自杀 我曾经想过自杀 第二个想法 出家 那个时候 我要是出家 肯定是逃避 逃脱 不是说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要出家 我怎么度众生 没有 我就想逃避 这个地方太苦了 赶快让我走吧 我离开这 就是这种想法 所以后来我听 有通就告诉我 说我在香港 讲到这的时候 师父他老人家 在另外一个屋里 看我讲课 说师父是一脸的严肃 我心里想 多苦我没自杀 我要自杀 就见不着师父了 现在我为什么 非常感恩 老法师 因为那个时候 我晚上睡不着觉 我失眠 就总想 这个为什么 解不开 就是这 疙瘩呀 越接越大 所以内心的那痛苦啊 别人就是 很难能理解 所以我就 黑天白天的看光碟 我是这样想的 正是这些光碟 是师父他老人家 救了我的生命 给了我慧命 这是我最贴切的总结 老人家 给了我生命 救了我生命 给了我慧命 我才能够活到今天 如果那时候 我自杀了 你们可能就看不见 今天这个快乐老太太了 那也是一件 很遗憾的事 我和老法师 我是这样想的 我不知道对不对 多生多节 师父他老人家 就是我的老师 我就是他的学生 但是这个学生不争气 老也毕不了业 不合格 所以这么多时间了 还在六道里晃荡 这一生 让老师遇见了 所以师父是 紧紧地救助我 这回我可得让你回家 所以这个一年多呀 师父真是的 老低了我 这你们都有感受 如果大经节演艺 你们都跟着听了 隔几天 师父就得提提那个刘局势 隔几天提提刘局势 后来我都跟师父老人家商量 我说求求你老人家 别再说我了 你已经把我说成世界名人了 你再说我还能名到哪去呢 师父说好好好 好好 师父就说好好好 我说你再说呀 人家都妒忌我了 人家有的通修人家说呀 这么多年 我去见师父啊 供养师父啊 师父怎么没说说我呢 怎么没把我说出名呢 你说你成天隔家猫着 大门不出 二门不见 不进 像秀女似的 连楼子不下 那师父怎么就给你说成 世界名人的呢 我说呀 谁愿意当名人 我跟他换换 我特别留恋 我不是名人那个时候 你们知道这名人多难当啊 身不由己 我现在我自己啥事 我也做不了主 我就念阿弥陀佛 我能做主 除了念阿弥陀佛 别的事都归别人管了 不归我管了 是不是这样 你看我 为什么去年我上广州住了半年 累的 累趴下了 因为我一出名以后 是不是正月初一讲的 我在网上 我现在我都弄清 这网上他怎么这么厉害 跟网一讲 正月初一讲的 我正月初四出的名 是我家那客人 从早晨四五点钟开始上 到晚上九十点钟也不断 整个一天 我就是接待 接待 接待 你说奶火来了 我不得说话呀 我能说吗 你来都给他做的 我瞅着你就行 不行啊 那你来了 你不愿意理人家 我就得说 所以那个时候 我一天 我如果能吃上一顿饭 阿弥陀佛呀 我今天终于吃上了一顿饭 我没有时间做饭呢 我老伴真是不错 我特别感恩他 就跟着我挨着饿 因为他一看客人来得多呀 所以他也不追我做饭 后来有些同学一看 实在不行了 去给我家做饭 这我老伴有饭吃了 我吃不上了 那时候我牙不好 摇动 吃一次饭非常费时间 所以我干脆我免了 我就不吃饭 这个佛友来呀 他是一拨一拨的 这一拨来没走呢 那拨来了 那拨没走那拨来 他互相都是交叉的 后来有同学说 你能不能 你就说我先吃点饭 你们先坐一会儿 我说不好意思这么说 所以我就一天一天 从早上到晚上 我就不能吃饭 体重连续下降 降了17斤 后来我为什么到广州去 我估计这可能是和那个定红法师报告有关 因为去年的6月19 定红法师到哈尔滨极乐寺去 受菩萨戒 我俩一个受菩萨戒 是师父他老人家安排的 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没想受菩萨戒 我觉得我三规五戒 我还没弄明白呢 6月18师父打了电话 说今天博士飞哈尔滨 你去接他 明天6月19 你俩去极乐寺受菩萨戒 说完了我就开发懵了 这受戒师父得有手续 我啥手续没有 我咋受啊 我就赶快找佛友打听 这受戒得怎么办手续 后来我一着急 这没有时间呢 你看头一天 接到电话已经是快中午了 那第二天就要去了 这半天时间 我得把这事联系成啊 没办法 我就给极乐寺的经伯法师打了电话 我说师父啊 明天我和钟博士上你那受菩萨戒 可不可以 经伯法师说 那当然可以了 欢迎欢迎 我说师父那得咋办手续啊 师父电话里说 你俩来受戒还需要手续吗 哎呀我说师父 这个也可以走后门啊 那我就走到后门吧 所以我俩受菩萨戒 就是这么走后门受的 可能我估计啊 这个我没跟电话法师交流过 可能是我估计 那次电话法师看见我挺瘦 大概回了跟师父报告了 所以后来就一个姻缘 成熟了吧 我就到广州来住了正好六个月的时间 我就是这么来的广州 现在我又从广州 回到哈尔滨七个月了 我是四月十五号 从广州回哈尔滨的 回哈尔滨以后 我现在属于闭门谢客 潜心念博 属于隐居 所以现在我住的地方 谁都不知道 让我自己说 你住那地方叫啥名 我自己还说不全呢 就秘密到这种程度 但我没有电话 昨天有同修官我要电话 我说我没有电话 他不信 他说你别打妄语 我说我真没有电话 要联系都跟刁局师联系 就是这样 我从广州回到哈尔滨 是半夜十一点多钟下飞机 同修们把我直接就接到这个秘密的地点 我一看这啥地方啊 急了个弯的 这也不是往我家那边去啊 后来说给你找个地方 你就跟他猫着吧 我就到那个秘密的地方去住了 第二天我姑娘来了 说妈呀可不得了了 我说咋不得了 你昨天是半夜到家的 你看我下飞机十一点多 我到家就得十二点多 一点来钟吧 我姑娘告诉我 今天早晨不到五点 有局势就来敲门 他说我们想这么早 谁来敲门呢 开门问说 您有什么事 完了局势就说 你妈昨天半夜到家了 我们来见见 呀我说这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啊 我说这一切都很秘密啊 他怎么就知道我昨天半夜到家呢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原来住的那个家 我都没回去 不敢回去 回去就被包围 所以现在我是 就我上次讲给大家笑的 我老伴愿意出去溜达 他老让我跟他一起去 我们家不还有个小狗吗 叫溜溜蜜吗 我们仨一堆出去溜达 我说不行 来到这个地方不能出去 出去被认出来 又住不下了 那就不知道 又转移到哪去 军屋定所 我老伴说没关系 我给你化个妆 这家这妆给我化的 给我戴个鸭舌帽 那么长的帽檐 告诉我往下拽 往下拽 完了还给我整个大蛤蟆镜 给我戴上了 穿他的衣服 说这回怎么样 我照着镜子 我说行吧 你要不跟他出去 他还不高兴 所以那既然化妆了 咱们就出去了 我就跟他出去了 你说我就出 他门都这么难 你们还羡慕名人吗 千万别当名人 现在我才知道 这名人多么苦 我跟师父说 我说过去呀 我就听说有追星族 我说现在我就体会到了 这追星族是怎么回事 我说现在师父 您老人家 把我造就成了一颗老星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那追星族有多么多了 现在又新名词 又叫粉丝 一开始我还不会叫 我叫粉条 现在我才学会 那叫粉丝 哎呀 我跟你们说的真是 都是大实话 所以你说学佛好不好 好 但是你一学 你别出名 哎 默默地念阿弥陀佛 哎 成佛是真的 这个出名啊 真是 不是我所希望的 刚才我说 是师父救了我的命 给了我慧命 所以我就写了四句话 我是这样说的 说育恩师迷茫不在 读经脸 智慧顿开 念弥陀 坚定信念 回极乐 指日可待 我特别珍惜 我这一生 又遇见了我的老师 嗯 下面我想跟大家简单说说 我是怎么样一门精进 尝试心修的 这个简单概括一下呢 就是五个一 嗯 和两个 两个不离 五个一 两个不离 这五个一是哪五个一呢 第一 一不经 就是无量寿经 第二 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第三 一个老师 净空老法师 就是听一师之言 第四 一个目标 西方极乐世界 第五 一生成就 我现在 我自己没有退路 我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得了这个病 我没有走 是阿弥陀佛把我留下的 那我将来一定要回到阿弥陀佛的身边 所以现在 这五个一 我说了 两个不离是什么呢 一 不离 无量寿经 二 不离 阿弥陀佛佛号 有同学可能问 说那个 刘老师啊 那你的日程 你怎么安排 因为我 有好多同学 这么问我 你的早课晚课 是什么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 我没有什么正规的早课晚课 就是我知道同学们早课念哪些 晚课念哪些 这个我没有 我跟你们说 我是怎么安排时间的 在这之前 我是每天早晨两点钟起床 到现在也是这样 我每天早晨两点起床 你们不用惊讶 说哎呀 起那么早啊 我睡得早啊 我每天晚上八点多钟 我就睡觉了 可能有些年轻人说 你两点钟起床 我们还没睡觉呢 哎 正好咱们颠倒了 啊 我的生活规律 就是这样 我特别有规律 八点多钟 九点之前 我睡觉 两点钟起床 我起床干什么 磕头四个小时 嗯 我是没有数 我是连续磕四个小时 嗯 按照这个时间 磕完了头以后呢 嗯 基本上是早晨六点左右 我和我老伴 我们两个吃饭 别走 六点多钟 磕完头 我就做饭 我俩吃得非常简单 现在我老伴已经非常习惯了 因为我也不会做什么 面条 拌点香气酱 馒头片 拌点香气酱 所以有同学问我 你老说那香气酱 那香气酱那么好吃吗 好吃 哈尔滨特产 有香气酱 等以后有机会 我再来 我给你们背了点香气酱 不用做菜 简单 哎 弄点饭 就可以了 人家都说 嗯 一菜 不是 一饭 几菜 几汤 我是 一饭 一汤 就蛮不错了 很多时候是一饭 无菜 无汤 嗯 你们看我不照样很健康吗 不再吃得什么 再有清静心 清静心是最好的营养 吃完饭 收拾完屋 因为我有个怪癖 我喜欢干净利索 所以他们上我家都说 哎呀 你家真干净 真利索 我说这是妈妈传下来的 因为我家是满族人 满族人都比较讲究 家里特别干净利索 所以我做完饭 吃完饭 再把屋都收拾完 大约也就八点钟左右 这时候我老伴愿意看电视 他看他的电视 我不干扰 嗯 我进屋听我的光碟 这就是 八点多钟就开始了 一直到晚上 我和我老伴 我俩是两餐 一天两餐 不是过午不时 这两餐呢 比如说中午 一般来说 就我俩在家 十二点左右吃饭 如果有客人来 也可能是一点多 也可能是两点多 反正一天是两餐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吃完饭以后 就是到八点钟之前 我就是看光碟 读书 就是这个 这是我原来的日程 我现在的日程 我再跟大家说说 现在我的日程 还是两点钟起床 起床以后 我是拜佛三百拜 磕三百个头 三百个头 按光碟的速度 是一个半小时 这三百拜 拜完了之后 我拜 就是静宗节药 大约需要四十五分钟 这个都拜完了以后 稍微消消汗 因为我三百拜 拜完了以后 那个汗呢 从头发都往下滴的 拜那个 静宗节药的时候呢 速度比原来慢了 所以他就 汗就往下消一消 等拜完了以后 汗也消得差不多了 反正我这个人比较 按我们北方话说 就结实 糠折腾 就是满身大汗 我立刻就出去 绕佛 都不带感冒的 我已经五六年 没感冒过了 汗消得差不多了 我就出去绕佛 在这里我想再给大家介绍 介绍绕佛 好多次你们听我讲 究竟怎么个绕法 一开始啊 是我和雕就是我们两个 因为小雕他腿疼 膝盖老肿 我就想出去溜达溜达 我俩绕 现在就是我从哈尔滨 到广州去之前 我们绕佛的队伍 已经发展到三百多人 这三百多人就绕佛队伍 基本上这个圈是满的 就没有间隙了 就是一个挨一个 一个挨一个 就这么大一个庞大的 绕佛队伍 我们是怎么绕呢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 两步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这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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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节奏 这个速度 有些老同学们身体不太好 怎么办 我让他们在小圈 外面是大圈 里面是小圈 比如说还有坐轮椅的 有的腿脚不太利索的 这样都在里圈 我告诉外圈的同学们 每当你们路过 他们身边的时候 一定要给他们加持 心念要想 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 你绕一圈 碰见他一次 你就加一次 碰一次加一次 你像三百人 一圈就加三百次 对不对 你说我们绕十圈 那就三千次 所以大家都发起充满 都到什么程度 好多人都是早晨打车 过来绕佛 我告诉他们 我说就近 你们家住那附近 找个地方 几个人凑在一起就可以了吗 他们说不行 上这儿来这个磁场特别好 他说我们一来 一个是高兴 另外一个身体舒服 所以有些老婆子 有一个老婆子 家庭生活不是太富足 他又离得挺远 他就每天拿十一块钱 怎么分配呢 十块钱打出租 这十块钱到哪儿 跳字了 跳到十块了 他就跟哪儿下车 剩下那些路程 他走过去 剩下那一块钱 绕完斧 有公共车了 他用他坐公共车 回家去 这老居士一天不落 我们给他起个名 叫小企鹅 为什么呢 高兴得给我们跳舞 跳那企鹅舞 他原来是什么状态呢 是中风 脑中风 嘴斜眼歪 那个胳膊也不好使 腿也不好使 就是这么种状况 他来绕佛的 绕了一段时间以后 嘴也不斜了 眼睛也不歪了 胳膊腿都好使了 哎呀 他越绕越高兴 所以他就一天也不落 他就是这样 还有这个两夫妻 是在我们那个道外住 那离我们那是好远的 天天两点多钟开始打车 因为我们绕佛是 早晨三点钟就开始绕了 那天还黑呢 北方有那个冬天天还黑呢 现在我告诉他们挪成白天 改成白天来绕 就这样 后来人家打车 人家那个司机啊就问 说你们这么早打车干啥去 说我们绕佛 说绕佛是怎么回事啊 完整老两口就跟人介绍 说我们身体不好 有什么病 哎呀绕佛 我们把病的绕没有了 我们现在可高兴了 所以这么老远天天打车来绕 那个司机好奇 那我也去看看 所以司机也不开车了 也不拉客了 跑我们那去看绕佛去了 真是感动了好多人 就到现在为止 这个绕佛队伍是越来越壮大 但是现在是化整为零 不是原来那三百多人 大家一起绕 现在他们是就近来绕了 就是比如说 这一个小区 有十个八个的 那就在这儿绕 那个小区又有多少 又在那儿绕 现在这个绕佛 在我们哈尔滨 已经是遍地开花 这个效果特别好 我现在这不是 先是拜佛 然后出去绕佛 我现在绕佛 没有大部队 两个 一个是我 一个是我家小狗 刘云蜜 我俩绕 秘密 住个秘密地方 不敢找通 就跟我一起绕了 所以现在是我 我带着我家刘云蜜 我俩绕 每天我是在我那小区 绕三十圈 绕三十圈 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吧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 越走越轻松 这个我建议大家试一试 老年人老啊 容易从腿上老 你们想是不是这样 人腿要是不老啊 你就解决好大的问题 所以咱们把咱们这个腿脚啊 练得利缩的 到时候这阿弥陀佛 来接咱们上联花台 快 是不是 你别奔不可可 上不去 我现在 大约早晨八点多钟 还是八点多钟 我开始听经 我现在主要听这几种 都不离开无量寿经 第一个 我听无量寿经 第二个听大经节演绎 第三个听师父 现在讲的刻度 第四个听还原怪 第五个听师父的一些最新开示 我现在听经 基本上是听这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是读书 我现在是读书和听经 交替进行 为什么 大家不看我戴着眼镜 这个眼镜啊 是老花镜 我这老花镜是怎么戴上的 我这好奇也不好 我记得四十多岁的时候 我媚眼镜花 我们那老书记啊 要去配眼镜 就说了 所以那你跟我去呗 我说干啥去 他说我配眼镜 你看热闹去 我说那去看去吧 我就跟他看热闹去了 老书记配了两个眼镜 一个花 一个散光 好像是 配完了 所以那你也买一个呗 我说我买这干啥呀 他说戴着玩呗 我说那我就买一个吧 我记得吗 就是类似这样的小镜子 十八块钱 我也不知道什么度数不度数 我就买这个吧 我就买了一个十八块钱 买回到办公室 我就把它戴上 戴上看着报纸啊 哎呦 我说这挺好玩 他怎么这字还能大呢 副书记 我们的书记就说 怎么样 买合适了吧 你看你要摘下去 字小 戴上字大 哎呦 我说这挺好 戴了一个礼拜 摘不掉了 我这个眼镜就这么戴的 后来我就埋怨了 我这书记 我说你看 你要不让我看热闹 我能买这眼镜吗 我要不买这眼镜 我能眼睛花吗 我说你看挺漂亮的 两只大眼镜 跑镜片后面去了 我们书记说 戴眼镜 照样看着你这双漂亮的大眼镜 开玩笑呗 所以我这镜子我就提前了 应该说十多年吧 如果不是这样 我应该最起码 五十五岁以后戴差不多 我估计 看完了以后吧 把眼镜一摘 书一放 我们家那棚转的 地也转的 哎呀 第二天小雕去了 我说雕啊 昨天不知道为啥 我家棚也转 地也转 他说你都干啥了呢 我说我看书了呢 他说你看多长时间 我说好像十二个小时 他说你哪有这么个看法呢 那不都看晕了吗 啊 后来我就想 这么看不行 这么看晕 那我就 看两个小时 我就把镜子摘下来 把书放下 我开始听经 哎 听了三四个小时 我再放下 我再看书 所以现在我是看书听经 相交替进行 哪个也不耽误 我看书都看什么书 我这些事 我不知道咱们大家在座的 关不关心 反正我周围的同修 都很关心 甚至我走到卖哪个腿 后卖哪个腿 都关心 说我就把我这个 我都如实告诉大家 我看什么书呢 大经节演绎 我现在手中是九本 这九本大经节演绎 第二个是演绎要选 这个最近出了不长时间 我手里是四本 还有还原冠 两本 老法师的学佛答问会编 五本 还有无量寿经讲记 四本 我现在看的书 就是这些 除了这些书以外 我别的我没看 那大家可能问了 说那你念佛呢 我念佛 我是随时随地地念 你让我说 我还说不明白 我给你们说个笑话 有同修问我 说刘老师啊 师父说你得念佛三倍了 那念佛三倍什么样啊 我说我不知道啊 你等我去香港问问师父 我来香港我就问师 我说师父啊 您老人家说我得念佛三倍了 那三倍是啥样啊 人家问我 我回答不上了 师父说好好好 好好好 那我好好 我没拿出答案 我心不能再问了 自己琢磨吧 我就没再问 后来有居士告诉我 说你没问明白 我们问明白了 我说你们怎么问明白的 他说我们问师 说师父啊 您说刘老师得念佛三倍了 他怎么得的 师父回答非常简洁 他傻 就俩字他傻 完了军师们说 那我们什么时候得念佛三倍呢 师父说你们都傻到他那份上 你们个个得念佛三倍 我说这回答案有了 你们就向我学了 我说师父不让我给大家做好样子吗 那你们就学我傻 这个我赞成 我确实是傻呀 就这么可笑 你说简单不简单 我没有固定的那个 我一天我非得念多少圣佛号 没有固定的数 你有同学问说 那你究竟怎么念的呢 我说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他随时随地念呢 就是我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他这个阿弥陀佛他也没断呢 那至于他谁在念呢 我说那我不知道 反正他不断 我晚上睡觉 也在念阿弥陀佛 因为什么呢 我睡觉之前呢 他念着呢 阿弥陀佛 不 没有声 等我早上一醒 他阿弥陀佛接着呢 所以我就想 是不是我整个睡觉 我都在念阿弥陀佛 那我有没有不念的时候 那我不知道 我晚上睡着了 有没有不念的时候 我说不清楚 我说不准 那我不能骗你们 我为什么说这么呢 因为现在我不知道 我晚上在干啥 因为我 现在晚上我经常办工 我不知道我办的是什么工 因为什么呢 我老伴跟我 我俩是一家一屋 后来有一段时间 他说老伴啊 你还上我那屋啊 我说为啥 他说我那屋有鬼 说有鬼呢 他说你来了 我就不怕鬼了 我说那行 所以他坐他的床 我住沙发 我那屋空着 我就给他去治着鬼去了 完了过两天都说 老伴你还回去吧 我说你咋又让我回去了呢 他说没有鬼了 你回去吧 你说晚上也不让我睡觉啊 我说你睡你的 我睡我的 我怎么不让你睡觉呢 他说你老讲课呀 我说那我讲的什么课呀 他说你 你清一色说外语 我一经没听明白 我说你这瞎胡扯 我哪会啥外语呀 他说你真的 你说的全都是外语 我一经没听明白 我就想我睡得好好的 我说什么外语呢 后来就在广州住的时候 有一天叼去是跟我住一个屋 第二天早上告诉我 大姐你晚上讲课 要不是怎么 你姐夫说我讲课 这你也说我讲课 我说我说的啥 他说说我听不清楚 前两天我来香港之前嘛 先到的广州 跟广州有同学家住的 晚上我俩是住两个屋 中间有一个门 他住这个屋里这么床 我住那个屋里那个床 中间有老大一段距离 晚上他又听我讲课了 他后来第二天跟我学 他说大姐我一听你讲课了 我现在这回 我得好好去听听 我大姐都说啥 他就上这个门口吧 他还没赶 过了这个门槛 他在踏着我 探着头 就想听听我说啥 完了就在他探头的时候 我就说了一句 你站这儿干啥呢 不该你听的 你别听 就给他吆喝回去了 我不知道啊 第二天早上起来说 大姐你昨天晚上吆喝我了 我说我睡觉 我吆喝你干啥 他就给我学了 我说那我不知道啊 就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 我说我挺忙 是不是 这个你们应该相信了 我白天在工作 我晚上也在工作 晚上我还不累的吗 我还精神头这么足 我觉得我睡眠质量非常好 我一般的不做梦 我做梦 偶尔得做一次梦 醒了我就忘了 我还记不着 哎 你看不挺好的吗 什么事我都不耽误 哎呦有 有识问 自己也觉得 挺有意思 哎 没有烦恼 现在是 成天乐乐呵呵的 所以沈亿见我 我觉得 大概你们都会心生 欢喜的 嗯 我到哪儿都给大家 带来笑声 带来快乐 我就是大家的开心果 所以你们不用记我名 你们就记着 东北的哈尔滨 有个开心果老太太 就行了 嗯 不说我有 那么多粉丝吗 我估计我来了一趟 这个 金融学院呢 可能我回去以后 这面的粉丝 又会增加一些的 嗯 我下次再来 我讲课 我就不紧张了 总结一下呢 你看我每天是六小时睡眠 足够了 八点到两点六小时 睡眠质量又好 我中午不休息 你们看我 我挺有功夫 我这功夫是什么呢 不吃饭不饿 不喝水也不渴 还不上厕所 什么事都省了 真是挺好挺好的 我学佛这二十年 二十年的后十年 就是这么过来的 一部无量寿经 一句阿弥陀佛佛号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十年如一日 没有换题目 所以十年下来了 情况怎么样呢 就像我前面总结的那样 收益匪浅 真是这样 这就是一门精进 常识寻求的好处 我的目标在哪里 我的方向在哪里 这个你一定要立得正确 越单纯 越专一 成就就越快速 千万不能谈多 一定要专一 那同学们可能问了 说刘局师 你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想知道 你说你十年受益 匪浅 那你给我们举举例子 你到哪些方面受益了 咱们得用事实来说话 不能光戴个帽 我就跟你们叨咕叨咕 我哪些方面受益了 第一个益处 听经明理了 明理了 因为我这十年 我要总结说 你最大的受益 是哪方面 我告诉你们 是听经 我这十年听经没间断 而且每天是那么个听法 老法师为什么强调 一个片子 最好是反复听十遍 它确实作用不一样 效果不一样 你们要试试就知道了 当你切身经历了 你体会到了 你尝到甜头了 你就知道 什么叫法喜充满了 明白了什么道理呢 道理了呢 明白宇宙 人生真相 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到这干什么来了 我将来到哪里去 这个明确了 明确了这个以后 你说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明明白白的 放下了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 我05年得过一次病 就那一次呢 我是准备走了 但是阿弥陀佛没批准 还是没走了 我记得我给我的孩子们写了一个遗嘱 我那遗嘱啊 就是半夜原稿纸 你想半夜原稿纸 这个遗嘱多么简单 我这么写的 我说 孩子们 妈妈一生 没有任何财富留给你们 如果说妈妈能留给你什么 就是四个字 阿弥陀佛 如果你们认识了 这是无价之宝 如果你们不认识 妈妈什么也没给你们留 这就是我05年我准备往生前的遗嘱 就这么简单 后来我见着一个企业家 四十多岁吧 这企业家我们就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啊 他就说 刘大姐我太羡慕你了 我说你羡慕我什么呀 因为这个企业家很富有 至于人家有多少钱我不知道 这个咱不能问 我说你干嘛羡慕我 他说 我看光碟看到你那个遗嘱的时候 我就羡慕你 哎呀这老大姐太潇洒了 我说你也可以潇洒呀 他说大姐我潇洒不了 他就拿出一本 这么厚一本打字的 装钉的 他说这就是我的遗嘱 一本打字的 他说我还没煮完呢 就一本打字的遗嘱还没煮完呢 我说那你都煮些啥呀 他说煮遗产分割 我不知道这遗产分割怎么这么难 就这个时候 这个企业家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哎呀当时我心里真是好难过 我想太可怜了 人到这个时候 哎呀害这煮没煮完呢 啥时候能煮完呢 你就是煮完呢 你这分割能不能分得那么公平 哎大家都满意 我看够呛吧 还不如我这啥也没有 我这一煮一小片 我煮完了 我走的时候 孩子们不会老道把我整冰柜里去 因为啥没啥分去了 到时候我呢 阿弥陀佛一来 我上莲花走了 剩下这臭皮囊 你们愿咋折腾咋折腾呗呗 你要说你妈这臭皮囊还能卖俩钱 你们就拿去卖去呗 师父随便 这多潇洒多自在呀 我就觉得那天啊 师父说 说胡老师啊 现在气入境界了 哎呀 我说气入境界的这个感受 只有气入境界的人 你才能知道 说不明白 你说咱们叫气入境界 就是美滋滋的 发起充满 一天乐呵呵的 哎呀 昨天胡老师讲课 哎呀 我真棒 你讲得太好了 我就觉得胡老师这境界又提高了 我见他一次提高一次 见一次提高一次 真是你们昨天听了吧 那胡老师课讲太好了 我昨天是从头到尾听完了 另外我也想看看 胡老师上台这个程序 怎么给我先一 见习一把 昨天晚上我回家又去墨诵了好几遍 结果今天上台还是出错了 脑袋里装不了事 所以这个气入境界的那个状态啊 那种感受 太微妙了 真是美 这是第一个 听经明理了 你看明理了 你就解决问题呗 是不是 你 你就放下了 放下就轻松呗 第二个 收获 心清静了 我觉得现在我的心越来越清静 甚至可以说一天比一天清静 越来越清静了 外面的境界基本干扰不了我了 在这我得向大家检讨 我前一日子没来之前犯了个错误 不说我心清静了吗 外界的境界干扰不了我了吗 我说了以后啊 我是当着佛友的面说的 我说完了 我们刁局师就跟我说刘大姐 你犯错误了 你吹牛了 你说外面的境界干扰不了你 你瞧着吧 考试马上来了 说着考试 这考试就到了 前两天呢 我又搬家了 我不说我居无定所吗 我随时准备搬家 我又搬家了 我告诉我老伴 我说你就需要啥 你就拿点就可以了 别的东西就放着 不用拿 我老伴说行 我说我跟你收拾行不行 他说不用 我自己收拾 收拾完呢 我一看 十个包 我老伴自己收拾出了十个包 我说老伴 这太多了 明天来一个车 他拉不进去呀 我说咱们不用的 留下好不好 我再给你归的归的 他说你给我归的可以 但是你别给我往下捡 我说那行 我给你往一堆归的 我就给他这十个包啊 给他归到上三个包 大包 小包变大包了 我说这回行不行 我老伴说行 行 这回行 这不是那天到晚上了吗 睡觉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到那屋一看 哎呀我的妈呀 我老伴又收出了七个包 加起来还是十个包 你看 前十个包 我给他归到那三个包 你看第二天早上又收出七个包 加起来还得等于十 哎呀我说老伴 你这真是圆满 是不是 您十不圆满吗 哎这又是 我当时这火啊 就点蹭蹭蹭 往出窜了 当时心里想 别冒火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拿手指头数着 实际上还没做过 刚念完这火 蹭蹭蹭蹭出来 我说你怎么回事 你还有多少东西 我说哪有你这么的 怎么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我说我说外语了 你听不懂 我这中文化你也说 你也听不懂啊 给我老伴好一顿兴趣 因为我老伴也不知声 反正我就包照样搁着 那当时说你还得给我拉着 人也不反驳 人也 完了到时候人家会 慢慢悠悠说一句 你还没有人呢 师傅还讲你呢 就跟你讲这份 你粉刺我呀 后来小雕他们去的时候 我正跟我老伴发火呢 小雕说你看看 我说你吹牛了吧 刚吹完牛 这火就发了 真正犯了一次错误 外面的这个境界呀 就扭转了把我的心转了呗 我就没如如不动呗 所以有的时候有的通就说呀 一开始说 说刘老师 你是不是有神通 一开始我听着话 我生气 我说我既没事我也没通 我也不追求这个东西 我也不懂这个东西 我怎么就有神通 那人家说 说那为什么 别人不知道的事 你知道 这个我还回答不上 真是有的事 别人不知道 可能我就知道 那为什么我知道呢 我现在明白了 我心清静 我就举个什么例子呢 就现在咱不有普通电视吗 现在又出一种 叫高清电视 我可能就属于那种高清电视 我信号灵敏 阿弥陀佛一发什么信号 我立马收着了 所以我就知道 你们不知道的事 你要是心不清静 像一团匠子似的 那信号不灵敏 你就接受不着 所以我 现在我还说 我没有什么神通 我为了这个问题 我都曾经问过师傅 我说师傅啊 我有没有神通 我不懂我就问他 师傅说你那是 至称感通 师傅给我取了个名 叫至称感通 哎我想这个 我读经的时候我读了 是有这个词 那师傅告诉我的 不能骗我吧 我就给师傅举了几个例子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说师傅你告诉我 这是真的假的 我这一辈子 我不说假话 可别让我犯错误 让我打妄语啊 师傅点点头 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我才能再一次声明 你们别认为我有神通 我也不希望你们求神通 有人很羡慕 你羡慕我 你怎么办 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 你把阿弥陀佛念明白了 你心清静了 我不知道的事 你都能知道 那时候你就体会到 我现在说这句话 是不是真的了 确实是我 这么长时间 我没有追求过神通 因为我自己压根就不知道 什么叫神通 但有些时候呢 真是我知道一些事 这是事实 那我就 心大呀 知道了 有时候都当 开玩笑 后来有人告诉我 说你不能 不能胡说 不能跟别人说 说了那叫泄露天机 这个词我也新学会的 后来我就说 我说那我知道的时候 那谁告诉我 他咋没告诉我 说这一条是天机 不能泄露 说这一条不是天机 你可以说 我说没告诉我这个呀 所以后来我就说 一概化到天机 那个范畴 我谁我也不说了 我那时候上班啊 我上网办公室 我报告新闻呢 人家问说 这个这几条新闻 是哪个台广播的 我说刘苏云 广播电台广播的 因为不是那个电 他们说我们怎么 没听着呢 我说是刘苏云 广播电台广播的 我现在不在 给你们广播吗 后来因为有人告我 天机不可泄露 所以我再也不报告了 我隔几天 我那些老同事们说 哎呀 苏云呢 你那时候经常报告新闻 这两天怎么不报告呢 我说天机不可泄露 从此以后没有新闻了 是不是没有了呢 我告诉他 我不会撒谎啊 我还说 我说是不是没有了呢 不是有 有我不能说了 所以到现在 我就守住这一条秘密 天机不泄露了 这是第二个 受益的地方吧 第三个受益的地方 长智慧了 这我都如实跟你们说 我觉得我 要用那个通俗的话说 就是我说我聪明了 要用这个术语呢 我说我智慧长了 我不骗你们 我怎么智慧长了 那过去 为什么为什么 十万个为什么 我找不着答案 现在有什么问题 自然我就很快 我就知道了 而且还能落实 说的真对 所以我想 这个是不是一种 说大一点 教资性的流露 还是怎么说 我不知道 所以现在呢 可以说烦恼清了 不能说没有烦恼 我要告诉你们 说我现在没烦恼 那我骗你们 现在是烦恼清了 那烦恼清了 智慧自然就涨了 这是第三个受益的地方吧 第四个受益的地方 健康了 这个不用我说 就你们看着就知道了 不健康 我能跑这么远 你们能看着这么精神 老太太吗 我真健康了 越来越健康 一年比一年健康 精神一年比一年好 所以刚才有同学告诉我 说今天因为那个照相啊 耽误点时间 可能养三个半 我说够了 说如果听众要不允许 怎么办 我说我解释 本老太太 一半天往生不了 以后还有机会见面 所以你们不用着急 因为听经明理了以后 你的心态就越来越平和了 不和人对立了 不和事对立了 也不和物对立了 没有对立了 也不再较真了 过去我是一个死较真的人呢 分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哎 现在不再较真 不再较劲了 也不再计较了 心态平和了 就是怀愿观上所说的 柔和致直了 是不是这样 这个呢 我给大家供养 应该说是 两首句子吧 一首是 静坐长思自己过 是非不必争人我 彼此无需论长短 宽容豁达真学佛 第二首是 念佛改过相结合 今生必定见弥陀 弥陀本是你自信 自信献钱去佛国 这个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觉得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所以我把它供养给大家 供大家参考 你这样做 你身体内不健康的细胞 它就逐渐变成健康的细胞了 你比如说我有病的时候 我这个病啊 换一个名叫什么呢 叫血癌 医生说 我这个病的病毒都在血液里 人的血液呢 是18秒钟在人体循环一周 那你想 这一天这血液循环多少周 那个病毒不是满身都是吗 但是现在我心态平和了 这个不健康的细胞呢 就变成健康的细胞了 这细胞健康了呢 我的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所以就现在12年后的我 和12年前的我 没法比较 那个时候是我随时面临死亡 后面有几次 身体状况不是太好 就是越来越平和 所以现在就是身体健康状况 越来越好了 刚才我说 要是走步 我真是不服气 年轻人和我走 走不过我 你速度你都拧不上 我是不再放慢的 我现在走路 我得压慢脚步 你比如说有时候和师父老人家一起走 师父他走的就够快点了 有时候走走秃秃 我就走前面去了 一想不对了 赶快压下脚步 就这样呢 我都走快 都走习惯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人呐健不健康 不在你吃什么 不在你喝什么 不在你用什么营养 而在于你的心态 平不平和 心态平和 是最好的 健康的东西 那个一切营养品 哪个也超不过清净心 这是第四点 我健康了 第五点 快乐了 你们应该感受到我的快乐 我刚才不说吗 我到哪儿就把快乐带到哪儿 把笑声带到哪儿 我就给大家当开心果 为什么快乐了 为什么快乐了 放下了 放下就快乐了 我现在基本上说 无牵无挂 没有什么挂爱 但是我跟你们说 什么最难放 亲情最难放 其他的都好放 亲情实在是太难放了 那一定要经过具体的事 才能看出来 你放没放下 现在我所有的方面 我觉得比较起来 亲情我放得不彻底 还得继续放 这次去香港啊 有同学说 说刘老师 你一来啊 我们香港的天都晴了 太阳都大的 哎呀 说这么 我们的心哪 特敞亮 哎呀 我说是吗 要这样 说明老太太还不翻人 那我就多来几次 让香港永远是晴天 因为我跟大家在一起吧 我比较随和 看起来我好像严肃 实际我很随和 大家有说有笑的 挺高兴的 我有一个主张 我说应该快乐学佛 快乐学佛的概念 不是说 就是不严肃 挺没正事的 不是那种快乐 如果是你曲解了 那我也没办法 我不主张学佛 学得好累的 是不是啊 因为我觉得 有的同学 学得还上叹气的 老气横秋的 越学小脸越抽 那人家没学佛的 人家看 说学佛人咋这样呢 人家不敢学佛了 咱给大家做个好样子 说健健康康的 乐乐呵呵的 人家一看 哎呀 学佛真好 你不用说 来来来我度度你 你那样一说人 一看人想抽不脸 说你都那样 还度我呢 人跑远远的 是不是 他一看你乐呵健康 他不就靠近你了吗 哎 你说的 他愿意听 哎 那不就是 就是在动人吗 不用吗 中那个形式 咱们应该中实质 所以我说 看破是智慧 放下是功夫 简单四个字 看你会不会 哎 就这个看破放下 就这四个字 多简单呢 就是你会不会 会了 你就成功 不会 你就六道轮回 你们看看自己啊 学佛学到什么程度 嗯 你给你自己的家人 给你的左连右舍 啊 给你的亲朋好友 做 做出好样子没有 所以说 咱们学佛人呢 现在你自己学的好不好 你不要想 是你一个人的事 真是 关系到 续佛会命的事 佛法能不能 再兴起来 人家看着 是我们这些学佛人 是不是一看你们 这个学佛学的好 样子给大家做的好 自然后面的人 就跟上来了 看你学的不好 人家想学 人家也不学了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 举个例子吗 我们那几个同学在一起 都很公开 我们没有什么秘密 我们在广州的时候 我带了几个同学 我们在一起修 后来我 我有一个学生 去广州看我 满心高兴 到广州来看老师 好长时间没看着老师了 那也是我的粉丝 那是我七零界的一个学生 粉丝到什么程度 那时候没有这个词 我当时上班 我教小学一年级 他是高年级的学生 后来他告诉我 他说你第一天到我们学校来上班 他说我一看 我就想 哎呀 我们学校怎么来 这么一个漂亮的老师 他要给我们当班人有多好 所以一打下课零上课零 他第一个跑到教室门口 干啥去 迎我去 送我去 看着我从哪个教室出来 又到哪个教室去 这是这是后来他跟我说的 后来呢 过了两年 一年多吧 他们的班主任调走了 哎 恰恰就让我去当他们的班主任 这些给他高兴的 回家跟他妈妈报告 哎呀 那个骗了老师 现在是我们班主任的 他妈说什么样的老师啊 让你这个这个羡慕啊 后来弄了一个笑话 我那时候穿衣服 比现在还土 因为我上省政府工作以后 人家没看见过我这个打扮的 那时候我啥打扮 这个头型45年一贯制 没变过 这剪头都我自己剪 我从来没上过立法馆 你们看我剪的不也挺好吗 嗯 这钱也省了 事也省了 哎 一切从点 这个这个学生啊 他那个时候 我我上省政府穿一件什么衣服 捡我老伴一个灰地卡上衣 这领子磨破了一圈 我还不会做真样活 拿线给他撩上了 跟外面一看 大真卷一个挨一个 一个挨一个 我穿上以后 我自己看不着 我自己看不着 我就认为别人也看不着 言而道零 所以我就穿了这个衣服 就上省政府上班去了 穿一个大沾底鞋 烫着绒的 戴五眼戏袋的 穿个大布裤子 但是我那个裤子 虽然旧 但是没剥补掉 就这么一身打扮上省政府上班了 过了几天 我处长就跟我说 说你看不看着 上下楼有点愁迷啊 我说没有 因为我走到二目平市腰板六直 我谁也没看着 我说别人看我我不知道 我说怎么回事 我们处长说 人家问我 说你们基层处 从哪儿挖出个出土文物 人家确实是人家省政府 没有我这打扮的吧 尤其女同志 哪有我这个打扮 我说那出土文物就出土文物吧 这回有一次我跟师父说 我说师父啊 想当年我是省政府的出土文物 现在您老人家 把这出土文物给挖出来了 师父就说好好好 讲起来都像笑话似的 但是说我那时候 教我这个学生的时候啊 我那个膝盖 两个膝盖大不定多大 你一尺多长 一个膝盖一块 我从来没觉得 那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因别人怎么看 我穿着挺舒服的 我就想这旧的补补还能穿 扔了可惜了 我就穿着那个大补丁裤子 我去给这个 我这个学生去当班人以后啊 我这学生有一天回家 跟他妈妈说 妈妈给我找两块大补丁 他妈妈说干什么 他说我把我裤子补上 他妈妈说这裤子好好的 你补他干啥 他说我们老师补了两块大补丁 穿在他身上可漂亮了 我也得补上 就这样 那当年的粉丝啊 就粉到这种程度 哎呀我说这傻孩子 实际七成届毕业的学生 比我小 大概小七岁吧 我在他们跟起儿子 像大姐姐似的 我也没把我当老师 所以现在和这些学生见面 这些学生可爱回忆 当年我教他的时候那些事了 他说那时候 哎呀太有意思了 那就是说三四十年前 我就开始有粉丝了 我已经超前了